Hello,大家好,我是Mike 今天和大家來到日東酒店普慶餐廳 試下午茶雪糕飲食自助餐 時間為3點3至5點3 開始之前,麻煩大家訂閱和Like這段影片 來到之後,場地座位都很闊 兩個人坐位置都很舒適 現場亦有提供不同的座位選擇 我們一起看一個餐牌 它是一個半自助餐形式 可以選一個主菜 之後可以自助區拿不同的甜品和雪糕 主菜不用加錢有4款 其他就要加30至80元不等 另外還會包含飲一杯 外面自助區熱吃的甜品只有幾款 以甜品做主題來說,選擇是十分少的 旁邊還有幾款水果 分別是蜜瓜、西瓜、蝦蜜瓜 之後蜜瓜會製造成這個體脂 接下來就看看今次的主角 雪糕飲食 你去到時就要叫師傅幫你製作 哈根達雪糕有四款不同的口味 Move & Pick都有四款 但我覺得如果以雪糕為題材 八款其實真的不夠 希望之後會有多些 旁邊還有現場即製的窩夫和可麗餅 窩夫師傅做好之後 放在旁邊的熱食甜品區裡 就要自己拿 最後就有不同的糖果、曲奇 旁邊還有不同的雪糕配料 有些碎的朱古力 有不同的醬 就可以加到雪糕一起吃 這次我只加了少少奇異果碎 然後淋少少朱古力汁就夠了 我覺得Move & Pick和哈根達雪糕 本來都很濃味 基本上就這樣吃都可以 我覺得不需要加任何配料都可以 熱食西米布丁沒有什麼特別 旁邊賣相不討好的 應該是抹茶半熟蛋糕 雖然賣相不太好 但它是非常美味的 很濃郁的綠茶味 我上網看到的評語 有人說雪糕溶得很快 但我來到時沒有這個問題 雪糕也是很實淨的 主菜方面是法式紅酒燉雞 另外加了30元 就試了一個安格斯牛肉漢堡配薯條 雞肉煮得過熟 很粗 而且整個雞肉都不夠熱 這餐的薯條是番薯條 多特別多好吃 但也不夠熱 這個漢堡 不知道是否放錯 裡面有三塊芝士 漢堡扒可以選多少成熟 我選了五成熟 它裡面都很粉嫩 我們再出來看看它的鍋夫 大家有沒有覺得它的鍋夫 好像雞蛋仔 我選擇 拿了一件鍋夫回來試試 味道都不錯 配上雪糕吃就有另一個層次 旁邊的曲奇其實是很不可以的 非常之軟 我建議不要吃了 飲品方面 都是普通奶茶 咖啡 檸茶 檸檸檬水 今次我試了一杯熱咖啡 牛奶 分開 讓你自己加進去 一百多元 要說有兩個小時坐下都挺舒服的 另外餐廳職員普遍態度都挺好的 如果大家想坐下聊天 其實這裡都可以的 那段片就到這裡了 多謝了 拜拜